最近天气好热 玉山国家公园 有许多的游客上山去避暑 但是也出现了不少的乱象 像是有人随意乱停车 还有人甚至是撒米 来引诱鸟类来拍照 就连这里也就是知名的 夫妻树前面也出现了露营车 就这样违规的停放在这里 非常的煞风景 警方获报之后立刻前来取缔了 而且也当场开出了 在塔塔家知名景点夫妻树前 两台露营车大拉拉违规停放 车门打开直接赏景 这是在包场吗 夸张的景象立刻引来 辖区警方了解 并当场开出一千五百元罚单 预管处再三呼吁 国家公园内有特定的露营区 但天气逐渐炎热 不少民众开车来塔塔家避暑 仍然不守规定 管理员在脸书透露 很多人车子一停开始摆桌椅 随心所欲吹煮食物搭营帐 大声播放音乐 把垃圾和废弃物除鱼留在现场 喂食野生动物 还有人为了拍摄鸟泪 在地上撒米粒 甚至有游客发现 有飞鼠在啃食人类丢弃的卫生纸 这样的画面实在令人痛心 造成环境的破坏 撒米 为了拍照 飞鼠如果吃到那个卫生纸 还是垃圾 会造成它的肠胃阻塞 我觉得这样很不妥 如果要录影的话 就要到合法的卫影区会比较好 玉山国家公园 每年都吸引上百万名游客 远离城销亲近大自然 但是乱象也跟着出现 虽然预管处依国家公园法 可开罚1500元到3000元 但显然无法说到警惕的效果 我是新宝女 周一光 周大祥 南投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